市场运行以来 都是实行分产制和自助产两种形成 其主要目的就是独觉餐饮浪费 实行广泛行动 餐厨拿据这一份 还有剩余的饭菜都很少 因为剩余的菜有点多 可以烧热菜 然后一会儿不久可以加 不要浪费这些 好好好 然后实在店都他们都包包在这 这样我们自己也借了钱 然后大家也吃得很开心 疫情的话我们至少一个人 要两个菜两个菜来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按需取量 特别是疫情过后 特别的感觉到量子的珍贵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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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